真是万的购车预算想买一个MPV一家一商 而且商务属性偏重的话 目前只有M8的宗师 而这个车推远你买混动 其实M8的销量 如果按单一车系啊 注意是单一车系不是单一车型啊 这个销量已经可以说是碾压G28了啊 G28是把什么ES入租什么全算上去啊 那如果说是M8宗师这个车 我们是说宗师版 因为M8有大石有混动 宗师的话 其实已经超越这个别克G28了 所以说现如今我们华系MPV专业户 只有广汽传奇这一家 而且呢车身尺寸和外观 真的是吊打各种什么V二法呀 什么I二法之类的啊 就这个前脸 这种高山流水的感觉 包括说这个灯的造型 我觉得是他把中国文化 包括这种大气的气场 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 车厂5212 就国人喜欢大 满足你 轴距3070 想要非常实用的三排座与布局 满足你 而且这个车你卖混动 只有三个配置很好选 29万9800 32万2800 34万2800 如果你想要电磁感应悬架 上到32万2800 如果你想要后排尊详的配置 想要后排的吸顶电视 以及主动降噪的功能 直接上到34万2800 顶配不过这个价格 那有人会说了 这个车终端有优惠吗 有优惠 必须有优惠 1万到2万不等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半金融按揭的 比例大小和优惠是成对等的 所以说 其实M8宗室这个车 你如果你可以理解的呀 几乎没有什么优惠的MPV 你要知道 别克的GL8 上个月为了充量 拿这个MPV市场老大 GL8的ES路 你开始优惠4万块钱了 就优惠完之后是擦着20万的这个边 隔壁下的混动MPV还有谁呢 丰田的赛纳和普瑞维亚 赛纳是什么 对外很强硬 说我只优惠1万5 其实到店都能谈 那格瑞维亚呢 就直接就是什么 就是3到4万的优惠起跳 但是优惠完之后 咱们看终端价格 拉配置 包括内饰 包括做工 包括行驶质感 其实M8的混动宗师 依然有很高很高的优势所在 那接下来我们的车内 给大家聊聊 很多人都说 这个M8这个宗师这个车的前脸 就是效仿什么 埃尔法 包括这个A柱的造型 枣胡的造型 都是在模仿 但是坐到车 你会发现 这是咱们传奇自己的车 它的内饰 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迹 来坐到车内 这是台MPV 你在哪个卖MPV的展厅里边 看到这个膜 不给你撕的 不让你体验 为什么 这个车随时可能被订走 就是M8宗师混动版 这个车在上海的行情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个车 这个配置到电了 这个内饰选完了 就是在亚马汉音响 什么都选完了 基本上就是 厅里放两天就会走 所以说它每个月 将近一万台的销量 是十大十 如果按实际销量的话 M8其实已经是 江湖地位排老大了 就是MPV 它已经是算老大了 只不过有人会更明刚说 M8又是什么宗师 又是大师什么的 对吧 还有什么领袖版 但是M8的宗师混动版 整个内饰风格 你看出任何模仿的影子 完全看不出来 对不对 这个双一注的设计 这个视野盲区几乎没有 其实当你拐弯打方向的时候 发现这个3070的轴距 这个车开起来 不会显得很笨重 而且全系标配了 L2G的驾驶辅助 这个车入门就标配 L2G驾驶辅助 什么那只8155的芯片 车机全都有了 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 无论是开车的人 还是坐车的人都很舒服 而且全系标配 前排座椅加热 全系标配 双侧电动滑门 全系标配 后排座椅通风加热的功能 所以我就是传奇M8的 这个宗师混动版车型 配置有硬伤吗 完全没有硬伤 它只有一些细分的 高级配置所来区分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如果它入门版的车型 是299800 它是没有电磁感应悬架的 上到322800 就多了一套电磁感应悬架 接下来我们到后排 给大家聊聊 为什么推进你这个车 买满配 因为满配 后排的享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咱们坐进后排 我们看一个上车姿态的问题 其实很多MPV这个地方 为什么采用一个 移动的小把手 就是上下可翻动的 就是因为容易蹭屁股 就是它的设计不合理 但是它设计什么 切脚而圆润 包括这个长度 刚刚好合理 就是MPV很多程度 大家都看到我的视频 能让我这个身高体重 把这个手自然搭在这了 不多 要不然就滑去了 要不然窄 要不然就这边不够 要不然就扶手 来回拨拨拨 不够便利 但这个车就完全没有 这台车是一个中配车型 就中配车型没有什么 那个吸顶电视 没有主动降噪的功能 所以说 如果你想要一个吸顶电视 试想一个场景 就这个车你商务接待 哪怕后边这个电视打开之后 只放你们公司的PPT 是不是那客户觉得就是 最起码你有点诚意吗 对不对啊 或者说你只放他喜欢的MV 你说这种小细节 是不是就拿捏到位了 所以说有人跟我说 如果家里有买卖 就30来万 就觉得好像这个钱也不多 想要足够排面的话 M8混动宗师版这个车 真的是能够给你事业起飞的 那个车型 就是你要知道 当你还属于事业商商期的时候 省的就是赚 就是咱没那100万装大半算 非要加价买丰田Alpha的时候 M8混动宗师版的牌面 完全不舒服 M8混动宗师版的牌面 M8混动宗师版的牌面